这个是你先把它download下来 那download下来之后的话转换成一个MDB 那这个资料的话当然有几种方法 你要快速就是产生那个SS的档案的话 第一个先把它download下来 第二个的话我把它download下来 那再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OK地址 Excel 那再来就是说把它转换成SS 所以SS是在这边S2007 还好这边有装 有些电脑上面几乎已经不装SS了 因为SS还额外在买 所以很多公司基本上就不摆那个 那再来的话你就new一个 先产生一个新的新的档案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看储存的话 我就存在桌面上好了 先存在桌面上 那名称的话呢我叫做地址 这里面的话就是有会员资料 那类型我建议不要用ACDB 可能会读不到 所以我们用2003的好了 2003应该确定OK 好那这边把它建立起来 再来就是把刚刚那个你Excel 部分的档案 直接把它汇入进来 这边有个外部资料 那可以从外部资料汇Excel 把Excel的档案直接汇进来 好那我放的位置是在那个 这个这个地址 这个我们是我是放在 没有那个 download的那个 下载的 看一下 这个路径 就把这个档把它汇入进来 特别注意最后不用加那个 就是不要加那个组索引地址 OK然后确定之后 那就下一步下一步 最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要不要组索引 不要加组索引就可以了 这边把它汇进来 然后下一步 基本上后面这一些 因为好像有多余的 我们其实主要是这三栏就好了 然后下一步 不要组索引 然后下一步 就完成 所以在桌面上就会有个地址 的资料库 里面有个地址的资料表 这是我们要查的 地址资料表 OK 那里面有这些资料 我想第一步请各位产生 那如果有多余的栏位 你可以再按右键 把它编辑一下 那把其他这些栏位 有没有 它这多的 把它砍掉好了 不需要 三足力 留下三栏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 第一步先建一下Database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各位先汇入地址 然后呢 再把它拖拉到 有没有 这个web content下方 这边就有个地址 OK 就在这里 就把它放进来了 就这样子 所以是放在这个web底下的根目录 就有一个Database 那其实 SS2003的版本 其实还蛮方便 因为它已经内建Driver 你不需要再去抓Driver 挂上去 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都有 不要买Seql也有 而且好像还是free的 不过有一些其他的就要付费 就是那个Driver 你是要花钱额外去买的 另外还有一些sepati的东西 他也是帮你解决 帮你打包好Database相关问题 那不过以我们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sample 第一个呢 我们就把前面那个grafting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因为我的需求非常简单 我希望去查询什么 查这个地址资料库里面呢 所有的会员 里面比如说 他是住哪里呢 他是住 看你比较有钱的人 应该都住在 住在哪里 住在忠孝东路上面 对不对 或者仁爱路啊 地宝市信义路上面 对不对 那你可以怎样 把他slate出来 是不是 比如说你是要跟他行销的话 他可能有电话 还有什么email之类的 ok 那如果说你要找出来的话 前提是怎么找 当然在资料库里面要下C口语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 那个assess里面有什么 他这边有个建立 建立有个那个查询 查询设计 那里面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就是 这什么 这个是启用 里面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常用 我是还蛮常用到那个 就是他的 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SigC口 SigC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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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 他问你要不要加 你就否 那在这里的话 他会有一个那个 SigC口 检视的画面 在这里 他面板最小的话 OK好 这边的话 一个SigC口 检视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 直接下 下那个SigC口语法 就可以 比如说你slate 所有 所有的栏位 from什么呢 from哪个 哪个table 他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 那个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table叫地址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条件是什么 用会友来筛选 会有哪个栏位呢 比如说刚刚有个栏位叫什么 也叫地址是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在地址里面 假设我今天要找那个地址里面 它是住在那个中校东路的 帮我捞出来好了 那这边的话我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捞出来 这边有个万用资源用STAR 不过在Java里面不是STAR 是百分比 跟那个一样 那比如他住在中校东 打错了 中校东 中校东 中东 OK 好 那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最后的那个结果 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excue excue 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有执行 那中校东的就会出现了 你少一个什么 like 会有地址like 比对的因为不是数字 所以是我们要用一个那个 like like 中校东 那前后单影 单影号 执行 那中校东的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变成一个关键字的话 其实就是把那个中校东 变成一个你输入端 传过去的参数 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把刚刚gript 把它另存一下 我们把它另存之后 另存成那个slate 比如说我们用slate.htm 那改哪些地方呢 因为我这边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sp jsp是slate.jsp 那方法的话 我用get或post 其实都可以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安全性问题 用get好了 ok 然后 预设值就是中校东 然后 有一个tester 传过去是data 3min ok 把它save 所以界面部分应该ok 对不对 再来的话 程式部分它要接 那接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这些 第一个就是 把接的那一段程式码 一模一样call过来 放在s 对不对 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 底下就是什么 去 去什么呢 去class.forename 就去抓什么 抓jdbc的driver 这个driver是for access的 所以把ss的driver 把它抓过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跟他讲说 诶 我的那个assess是放在哪里呢 特别之后 这边有一个 我建一个那个stream 它URL 然后呢 它的路径在这里 就是它的odbc 那它的开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 其实书校妹写的是下面这一行 下面这行是 你在odbc里面 建一个名称叫爱嘴史 那 那 用选取 就选那个地址的database mdb就可以了 那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式 我觉得不太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 将来你如果换一个地方放 换一个server 你还要再去建一个odbc 有时候比较不方便 但书上面只有这样 后来我就找了一下 其实有用assess的那个档案的方式去开 不过呢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这边是用一个绝对的路径 如果说你要用相对路径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request里面系统参数 去找到你现在你的那个目录在哪里 不过那个又要花一点时间 我看直接怎么样 把我的路径抓出来 那我的路径其实要抓很简单 webcontain 按右键 内容 这边就有一个我的目录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串 那把它复制贴上来之后 后面再加上地址 因为这个斜线 反斜线 它是保留字 所以要把它加一个斜线 OK 这应该知道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它的路径了 所以 第一个是driver 第二个是它的路径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去用那个建一个connection 这connection是要连接那个database 那把它连接之后 就建一个物件给它 就是叫做con con的一个物件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一串东西 上面这一串放给它 然后面需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username 跟password 因为这边我没有username password 就空白 所以如果你将来是什么 买seql 或者seql server 你当然一定要userid 跟password 你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来的话呢 再建一个那个 这个叫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的话呢 利用那个con 去帮我建一个statement 那这个statement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 后续的查询动作 那这里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 后面再加上一个seql语法 这个seql语法 就是一个字串 那里面的话 我预设是用slate所有回来 可是我今天呢 要把它 不要所有的 而是要什么 而是要部分 就是说我要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就这一行 这一行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 就刚刚我下的这个语法 有没有 sql 等于什么 等于seql所有from地址 会有 我再看一下 会有 会有地址栏位like 那这边特别注意 是一个百分比 百分比 那最后的话呢 它会把最后的query的结果 放在哪里呢 放在rs里面 这个rs就是一个reco reloadsets 因为在ado里面是叫reloadsets 在这边叫reloadsets 那在sql里面叫什么 不知道 还记得科蛇这个东西吗 有没有 其实就是科蛇 在那个sql里面 它对应到的那个元件 其实就是科蛇 科蛇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我讲过嘛 它有点类似像记忆体虚拟的一个table 那我们最后不是有查询结果 它会先把它放在那个table里面 就是记忆体里面的一个虚拟的table 它的reloadsets跟cursor 其实基本上 里面的作用基本上是相似的 你说完全一样吗 其实当然里面有一些东西还是属性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ADO里面 如果你们用那个Darnets Darnets里面有ADO ADO叫reloadsets 然后ADO也是用connection 所以观念上几乎一模一样 没有不一样 只是名词换一下而已 所以观念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exque exque SQL 之后的话 最后回来的东西 在前面加一个table的border 我要框线 然后我要tr tr是增加1列 对不对 然后上面有栏尾名称 就th 然后把它用什么 re.net 一直跑跑跑跑跑 把东西全部都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一个tr 然后这一个 再一个td trtd 然后一个 再两个三个 分别这个是 get stream 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这边好像他 我们cursor是0 可是这是1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 123 三栏的资料 最后记得把它关掉 就是close掉 把那个com把它关掉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起点特别注意 我要一定要丢参数给他 他才有办法显示 所以记得不要直接很 急着就把按下去 按下去就error了 因为他没有s 所以从这边 丢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sample 中校东 按下送出 丢给JSP 用get的方法 然后呢 他会做什么事呢 去资料库里面查出来 秀出结果 就这样子 很简单吧 所以 将来如果各位要改的话 请把sicle 后面这一串 要insert update delete 改一下 就完成了 所以用这个变一下 其实可以变出很多花样的 几乎 大部分的系统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最后 像我们写系统 最后都简单 就是四种方法 大概全部都可以搞定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把那个database 反正先找到 放到这里下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greeting的 那个html 把它改一下 那我是建一个是 slate.html 一个是slate.jsp 这两个 那等一下再来看其他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有一个slate.jsp 之后的话 相对的就会有个enjoy的 那个 有没有 那个其实可以拿 刚刚那个get的范例 改一下 诶 就可以传过来了 传过来之后 就可以丢回去了 那我们在那个enjoy 里面就可以看到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哇 其实很快 就是资料库就连通了 那将来资料库要做 登录系统 改一下就好了 两个栏位嘛 一个user id 跟user password 这样的话 后续我想 就可以做很多变化了